或者是有些人可能會去調查 那個時間的分散性 你有沒有好友會一口氣連續點那個二十篇 有吧 你有沒有就是好友就是 他可能這二十天都不來點 就是二十天來點一次 然後一點就點二十篇 會有這種朋友 所以這些行為是不是都可以調查出來 好了我們現在來調查 這些粉絲什麼時候來去點居多 好我們來看一下 第一件事情 我們還是要去編輯查詢 編輯查詢 你去看一下這裡面是不是有時間 滑鼠右鍵針對這個時間複製資料行 這邊是不是產生一模一樣的內容 可是你要先把它直接先變更類型 變更成不是文字 因為它是日期時間 你才能夠視為是時間處理 可是請問你 你以字要裡面是不是把日期時間也視為是文字 好點選日期時間 接下來我是不是就可以直接把它轉換成日 對不起 時才對 時 好那請問你 這邊是不是有小時 這個小時 這個小時就是假設它今天落在 例如說中間 還是 開始的小時 例如說 那個 3點 56分 它就會落在 3點 那 結束的小時 3點 56分 它會落在幾點 4點 可是 這個小時是指 中間 中間 它就是以 接近中間的方式來去呈現 例如說 也許3點 29分 3點 31分 它就歸在3點 好 我們點選小時好了 這樣我們 接下來是不是有的這個小時數 把它改一下 重新命名 例如說 叫做 time hour hour 才是10 然後接下來呢 我們是不是就關閉這個查詢 然後這邊就會多了一個叫hour 這都應該蠻簡單的 我都還沒有寫很多的韓式 因為初階不是要寫一大堆的韓式的教學 例如說在這個地方我是不是可以點選 就是 這個就不是直囉 這應該是要把它當作是軸來看 就是 1點 2點 3點 然後接下來我就直接把剛剛不是有那個人嗎 可以直接放來這個圖裡 直接放在直這邊 它就去幫我計算出來 它就幫我計算出來 等一下啊 我先 不用 好 我這樣來去看 請問一下這是什麼意思 我先把這個直啊 這個軸 這邊的直 它應該不會理我的 因為它不知道說這個是小時數 6點 7點 8點 9點 14點 15點 16點 可是我說過 這裡必須要加8 加8知道嗎 因為臉書的那個時間跟那個正常我們的時間 我們所知道的台灣的時區那個時間是差了8小時 所以6你要加8 這是下午的2點 3點 4點 5點 這是下午的時段 這是下午的時段 這再加8小時 這是代表什麼 22點 23點 24點 我剛剛這邊做的應該是我貼文的時間 就是我什麼時候來貼文章 我大概貼文章時間是下午2點到5點 以及晚上的10點到12點 好 那你們也來去看一下你自己幾點來去做貼文 對 我剛剛用的是那個create time 用我的hour的產生方式是用create time來去做的 我還是先這樣做的 嗯 謝謝 。 我要 好